香港在中國是不能分離的一部份 我亦身為中國人為榮 如果有些國家因為我在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 而制裁我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因為我維護國家的安全 這是我的責任 亦是我應有之義 我亦因此感到很江門 因為這樣而制裁我 我覺得是沒有意思 亦不會對我有任何影響 當時有很多以前的長官 都給了我很多不同的意見 印象最深刻的是 一位之前的長官跟我說 最重要是問自己良心 我們是否做正義的事 就不用怕 不用有後顧之有 我覺得這對我的終極 令到我終身受辱 我想我最大的感受 首先第一樣就是 能夠見到社會相對平靜 這個我是覺得很欣慰 因為我們景多的同事 在廣一年的努力 沒有白費到 真的令到社會回復比較平靜 是因為一年的努力